松户会战 松户会战结束 松户会战中方虽然失利 但却实现了蒋介石将战线 引向华东华南地区的战略设想 为中国的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由东向西就是拉大这个战场 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很清楚的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 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跟日本人打 有的就是血跟肉 以及民族之精神和生命 他日记之后要讲 他说此战不在胜负 而在民族精神之嚣张 你想因为打仗不在胜负 只求精神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还有很让大家惊讶的 这也是最近才学者才慢慢的发现 就是813的松户之战 中国使了数十万的军队 日本也是 是蒋介石主动求战 主动挑衅 为什么 就是为了要开辟松户战场 就是为了开辟 又日军南下 因为在1937年的813之前 8月之前 日本在上海只有六千 不到六千个军队住在那里 因为上海都是租界区嘛 所以他们想 日本也不想在那边打仗嘛 那当时 而且何况之前彼此就有协议 就不要去侵扰这个租界区 可是蒋介石为了开辟这个战场 他就故意的 从他日记里讲 他命张志忠 堵射无乡 无松口 故意要张志忠封锁阳子江口 并且在日记讲 谨慎挑衅 要挑衅 要挑衅 所以日本是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竟然赶在上海打起来 所以日军本来只有六千名军队 后来不断的从日本的本部 从华北 从台湾调兵 最后37万日军 在上海 以及后来的南京 那么当然中国军队 大概动员了70万 那死伤是不得了 所以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所 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 四分之三都在 松户之战都阵亡了 因为松户之战大部分都是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都阵亡了 可是呢 因为打了那么惨 接下来南京大屠杀 大家都知道的 首都都沦陷 那么损伤那么大 那么悲惨 可是呢 争取到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 武汉到1938年 10月才沦陷 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平汉线就下来 就要拿武汉三镇的 那么蒋介石把日本军队硬是把他往松户 南京那边 牵制住 就是把他在那边牵制住以后呢 那么整个中国的学校工厂机关 全部都趁这个时候 延长江西迁 所以争取到了一年三个月 那么所以到第二年 日本回头再来打武汉 在这个中国大陆呢 持久战是似乎是毛泽东的专利 毛泽东专门有一篇专著叫 《论持久战》 就是说在抗战当中我们怎么样 那么您提到的这个持久战 和毛泽东那个持久战是一回事吗 蒋介石在33年 34年的日记 已经多次提到持久战 蒋白礼更早 蒋白礼再更早就谈到持久战 而国民党在1936年的洛阳会议 为抗战定调 就是说要打持久战 这是建筑于文字的 他这个所谓的持久战 就是说我拖下去 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是把日本国力拖垮了为止吗 蒋介石就讲 他就是说败而不详 拖垮日本 因为他看定日本是个小国 你没有办法撒遍全中国 所以他是以这个空间换取时间 所以蒋介石在这个七七事变之后讲的 他说地不分东西南北 人无分男女老幼 每一个人都抗战 每个地点都是战场 那么这样子日本怎么受得了 日本正好就是要避免这个样子 所以日本 要速战 日本是要速战速决 所以日本的崇光奎 就日本的外相 他是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人之一 他在回忆录里面他就讲 他说日本的这个当时没有很好的战略 日本根本就不应该被国民党拖到松户 把37万的大军拖到里面 一搞搞了那么拖了一年 因为南京沦陷以后已经是12月底了 长江已经相当的冷 这个时候很多的行动都不变了 那所以他讲是 本来就应该按照他原来的方式去走了 结果没想到上当 他说被国民党拖着走了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一个 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这个西安事变 那么西安事变呢 是最后的结果是国共再度合作 进行抗认 1936年12月12日 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苦成 在西安发动兵舰 扣押了到西安督察搅供行动的蒋介石 要求他停止搅供 一致对外 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 国共第二次合作行程 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 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 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在西安事变的日记 我们后来看起来就像小说一样精彩 首先他为什么要去西安 已经有人警告他 那个地方不稳定 你不要去 他还是去因为他相信张学良 他带张学良如子侄 自己的侄儿 所以他相信张学良 那么去了以后呢 当然张学良杨苦成他们希望能够抗日 那么这里故事中还有故事 因为中共在张学良这边 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 那就是希望能够这个 胁迫蒋介石抗日 本来并没有想要抓蒋介石 并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前天晚上呢 张学良去跟蒋介石讲 说你不应该这个花时间打内战 你应该抗日什么什么 蒋介石觉得你是我的晚辈 拍桌子大骂 把张学良大骂一顿 张学良就火了回去以后就兵箭了 所以才会演变成这样子的 那么蒋介石很精彩 那么突然这个外面有这个炮声打坐 枪声打坐 然后他就要他的这个示威去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不得了了 这个军队来了有出问题 他马上就说那我们赶快从后面的窗户 跳出去 所以他的示威先跳下去 他接着跳 根据他的日记 他跳下去以后三分钟站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里高外低 外面是一个沟 所以他一跳下去以后 所以他的脊椎跟他的腿都受伤了 所以他的示威只好背着他往山后 往山后再走 那么后面怎么搜索 怎么样抓到他都非常的精彩 这里面就谈到中共在这里面的角色 那么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蒋介石本人国民党 还有宋美林写的有关西安日记 他们都否认 否认说在西安见到了中共的代表 那么可是等到宋主文答案开 非常清楚周恩来来了 而且见了两次 那么蒋介石日记里面也非常清楚 那么周恩来来见两次 蒋介石不撒谎 日记是他这个日记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而且写的很感人 他有一天他就写 他说十时三十分 晚上十点半 予以旧情 已经睡了 但七就是他太太宋美林 歇带了周某来见 把周恩来带来了 他说多年不见故人 您无感慨乎 所以很有意思 那么他的布局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 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 是因为他已经打算 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 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 那么陈臣和魏力皇的军队 已经在百灵庙准备 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 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 就差那么两个礼拜 发生了西安事变 所以他写 汉清就是张学良 误我大事意 汉清坏我一盘好情 他如果是到后来 到1949年以后 蒋介石会不会认为 这汉清 这坏的大事 是国家大事 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 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当时 但至少当时汉清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 把这个蒋介石最后 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 给打掉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 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本来希望有60个诗 那么事实上没有 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 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 所以37年就宣战了 那这个整个的训练都还没有完备 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加上后来 您刚才说的是跟日本宣战 对就是抗日了 可是实际上德国跟他训练部队 还没训练好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和谈的事情 对对对